装身小梦迷杜鹃,观影就看小蝴蝶,我是美丽迷人一级棒的巧妹啊,今天讲一个皇后为了一己私欲,竟然知下怪兽器官的惊悚故事。 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国度里,有一对十分恩爱的夫妻,他们正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,国王对皇后的好,令子民们很是羡慕,但婚后的生活并没有那么顺利, 从结婚到现在已经度过了五个年头了,国王还没有等来自己的接班人,这不是因为国王的无能,而是因为皇后不幸患上了十分罕见的不遇不遇综合症, 这令皇后每天都焦急自责害悲伤,可怕国王心疼坏了,尽管有个好丈夫一直在陪伴着安慰着他,但现实就是这么残忍,国家不能一日无小王子啊, 万一国王哪天真无能了,那就GG了,于是皇后想另辟蹊径,用一个歪门邪道的方式让自己怀孕, 她先是请来了一位神秘而又吓人的巫师老头,巫师告诉他们,有一种方法可以让皇后仅需三天就怀孕产子, 且绝对可以生下小王子,而不是小公主,但是这个方法十分危险, 要先取镇守仙女狐灵溪巨兽的心脏,再由年轻的处,呃,年轻的真女,用小火慢炖七七四十九天, 最后给皇后吃下便能怀孕,武器狂魔的国王听后,想都没想就亲自下狐去取巨兽的心脏, 当他换上铠甲,手持镖枪,下潜到湖底时,雄猛无比的巨兽居然在偷懒睡懒觉, 喂喂喂,快起来,我要娶你狗命了啦, 在一顿叫唤后还没醒,国王就趁机偷袭了巨兽, 没想到这一次非但没有刺死巨兽,反而激怒了他, 在一阵激烈的人兽大战后,国王终于取下了巨兽的心脏, 但自己也受了重伤,即将领核饭了, 而皇后却一句话都没对丈夫说, 十分冷漠地拿走了巨兽的器官, 我想国王这时一定伤心极了, 自己拼命为爱人取回能帮助他的东西, 换来的却是爱人的冷漠,再也不相信爱情了, 然后国王就断气了。 回到城堡,皇后就吩咐真女用小火慢炖这个器官, 真女照做了,但是在这些日子里, 真女发现自己的身体也发生了变化, 肚子一天比一天大,原来她也怀孕了, 呃,这就奇怪了,明明她是真女, 那么现在怀孕了,孩子是谁的呢? 在这个器官出炉后,皇后狼吞虎咽地就把整个心脏吃光了, 三天后,皇后终于产下了小王子, 但可怜的小王子出生就没有了爸爸, 傲礼一遍,真女也产下了自己的孩子, 这个可怜的孩子就更可怜了, 连自己的爸爸都不知道是谁, 说不定很可能就是巨兽的, 并且这两个孩子长得惊人的相似, 尤其是当他们长大后, 皮肤,头发,眉毛, 就连患上的白花病都一模一样, 白得吓人, 就这样两位白马王子成了一母一父的好兄弟, 但皇后见两人关系这么好, 就十分生气, 毕竟自己的孩子是皇族的, 而另一位只是女仆的一孩子, 想想就来气, 尤其是偷听到, 小王子说, 长大后要与对方一起轮班当国王, 就更加来气了, 想方设法地要拆散两人, 隔天就谎称女仆偷东西, 赶走了他们, 走之前, 小王子和好兄弟在一棵平安树下偷偷见面, 并告诉小王子, 如果这里的水是清澈的, 说明我们平安无事, 但要是变成红色的, 那就说明我和妈妈遇难了, 告别好兄弟后, 小王子每天守在平安树下面, 观察泉水的颜色, 日子已天天过去, 小王子十分想念自己的好兄弟, 他期待却又害怕泉水变色, 但好景不长, 泉水突然变成了红色, 兄弟有奈了, 小王子不顾皇后的禁令, 骑着白鲁马就去寻兄弟了, 在心有灵犀的感应下, 小王子终于在一个山洞, 找到了甩下去还受了腿伤的兄弟, 在救援的过程中, 小王子像对恋人般习心照料着好兄弟, 好机友, 突然山洞里出现了一只丑陋的无法形容的爆牙怪兽, 并遮好机友友不通详, 有难同当的原则, 小王子站在受伤的兄弟前面, 这可把爆牙怪给看猛了, 估计他在想, 这两人长得一模一样, 我该先吃哪位呢? 在一番纠结加油浴下, 小王子就三下五出二地解决了爆牙怪, 救出了好兄弟, 回到皇后这边, 气急败坏的他来到了巫师的面前, 请求巫师让自己儿子离开侦虐的孩子, 还想杀死他们, 巫师告诉皇后, 想要达成所愿, 那么你必须付出点代价, 皇后想都没想是什么代价, 就答应了巫师, 于是巫师就把他变成了怪兽, 送到了小王子两人的面前, 其实这只爆牙怪就是前面的那只, 或许皇后想也想不到自己会死在亲儿子手中, 而小王子也不会想到自己亲手杀死了亲生妈妈, 其实爆牙怪险前的犹豫是因为自己的儿子挡在了前面, 他并不想伤害儿子, 最后好兄弟和母亲相依为命, 小王子则孤身一人回到了宫殿, 当上了国王, 而皇后最终也完成了意愿, 自己的儿子离开了真女的孩子, 只是这个代价有点大, 这是一部来自2015年意大利的奇幻片, 最好的故事中的第一个故事, 女王的爱, 故事中的国王是巫师的, 小王子是巫师善良的, 好兄弟也是巫师的, 嗷丑陋且自私的不是巫师, 也不是真女, 嗷是皇后, 我想巫师最后把他变成爆牙怪送到儿子面前, 正是要让小王子看亲母亲真正的样子吧, 母爱是幸福的, 但畸形的母爱是造孽的, 爱一个人就要像国王一样, 要像小王子一样, 无私且善良, 虽然国王没落下个好下场, 好了, 我是漂亮可爱一级棒的小妹啊, 喜欢记得关注我, 可以第一时间获得更新, 我们明天有见有散, 爱你们。